李梁武実議員 謝謝各位朋友 我最後要說的是當我們的大眾媒體 既受我們的付託 可是又辜負我們的付託的時候 我們可以打造自己的媒體 把我們失去的傳播權益拿回來 我們可以自己就報導我們在現場所看到的所有的活動的情況 讓大家知道現場的情況跟大動媒體報導是不同的 那我們也可以就我們所知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邊去檢討 符號的具體偵測有什麼問題 就像好明利先生在他最熟悉的印刷出版這個領域裡邊 來告訴我們就是說符號不像表面的條文那麼單純 那我們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專業 我無法了解整個符號 但是我可能了解符號的某一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來做這件事 然後再來當我們做了報導我們做了分析之後 我們試著去傾聽那些跟我們立場不同的人聲音 然後再試著跟他們溝通跟對話 然後我希望這一次的反符號的運動 然後這一次的太陽阿花學運 是我們重新實踐傳播權力 也是重新開始跟學習跟不同人對話的一個開始 那我想我的想法就到這裡 然後再一次向各位表達我的敬意跟謝意 謝謝 謝謝錢老師 接著我們請馮正玲老師給我們幾句解語 好 謝謝大家 你們坐在這邊都很辛苦 我實在很佩服你們 因為我的脊椎不太好 所以我坐半個小時我就需要出來走一走 所以你們可以坐這麼多天非常的了不起 其他一個人給自己鼓掌好嗎 好 那我想 最後我想我想用三個角度來總結 談一下 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跟這一場 太陽花學運 我認為它在三個條件上面的差異 那我想第一個是政治環境 那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台灣正走向民主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那個時候野百合學運 它要對抗的是一個不夠完美 不夠民主的一個政治制度 好 所以當時 野百合學運的訴求會是要求要終結 就是說必須要廢止國民大會 必須要召開國事會議 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一場的太陽花學運 我們談的是什麼 我們談說反黑相符貌 我們談要程序正義 那其實我們所面對的 已經不是只是台灣內部的問題 而是台灣怎麼樣跟中國交往 台灣用什麼樣的身份 什麼樣的姿態 我們是要用一個對等的 有尊嚴的 互利的 共存的姿態 還是要一個自己做見自己的民主 做見自己人民的姿態 我想這個是一個我們的選擇 那另外我想從經濟的角度來講 在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是台灣經濟的高峰 台灣的GDP非常的高 我們不用面臨22K的問題 可是很不幸的 在座的很多的年輕人 你們要面臨的是 如果你們還沒有畢業 畢業之後的工作有沒有22K 會不會因為服貿協議簽訂了之後 是不是到底是向上提升 還是向下成縫的問題 那我想第三個是科技面的問題 那我想也是剛剛我們在一開始 各位很有興趣 到底24年的野百合學運 因為其實剛剛就有記者來問我說 老師你們上一次的學運 你們都怎麼樣把人找來 你們可能很難想像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網路啊對不對 然後也沒有FB啊 那時候是幹嘛 那時候其實就是靠著 非常傳統的人際的動員 組織的動員 所以跟這一場高科技的學運是不同的 然後那個時候的學運 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三家電視台三個報紙 所以學運 坐在廠堂的學運的學生 他也必須要想辦法 博取主流媒體的注意跟版面 而且希望是正面的 雖然他多數都是負面的 那可是在今天的這一場 那我們也發現了 這個傳統媒體主流媒體 他有他結構上的問題 有他市場上面的競爭的問題 他其實不斷的在複製 我剛剛所談到的 對於社會運動的 這種框架跟刻板印象 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的環境改變了 各位所生長的環境 我們有科技 我們現在有手機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剛剛在現場 我就直接拍各位的照片 我可能可以馬上就上傳我的FB 所以最後我其實也想跟各位談的是 運用我們自己 手中有的資源跟力量 然後不要再因為太陽花學運 掀起了臉書上面三朋友的運動 不要再三朋友了 希望這一場運動其實也是讓我們正式 這麼重要的公共幣議題 大家一起來討論 大家一起來對話 大家一起來想清楚 我們要的 跟中國的交往的模式是什麼 我們要的台灣的利益 跟我們的人民利益 到底是什麼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洪老師 我們記得請高杜熙給我們兩句結語 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邊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媒體 然後一個是法律 跟法律有關 那媒體其實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所謂的公民記者越來越多 然後慢慢的這個媒體的主導權 由被壟斷 就是被不管是財團也好 還是說被這些大老闆壟斷的情況 慢慢的公民可以發出自主的聲音 我對這個現象其實我是還蠻感動的 因為從這個 因為我自己 我剛剛講我自己常常跟媒體接觸 我的感覺就是說 譬如說在司法議題 因為常常比較需要比較深的 論述比較多的語言 但是剛剛老師其實有講到 譬如說他需要衝突 媒體需要衝突 然後需要比較激情的場合 所以他們來採訪我的時候 通常說 可能我講了20句話 他們只剪了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我在批評法官的 這樣 所以他們對司改會的概念就是 反正他們都是跟假官跟法官做對的 那這個當然不是說 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的工作其實有部分 是要監督法官假官沒錯 這是我們重要的工作 因為我們相信那個外部監督的力量 是才是會比較有效的 然後民間的監督力量 官方才是有辦法改變 那其實歷史還是 事實也都不斷的證明這件事 有外面的監督力量 權力比較不會腐敗 但是它很容易造成一種 到後來變成一種 我們講機關本位的對立 就是說 我們講什麼時候 法官假官替不下去 然後 會覺得說 司教會講話是 怎麼說 就是說 講話就是 為了羞辱法官的羞辱法官 為了羞辱假官 羞辱假官 但是常常不是這個樣子 你會知道說 譬如說 有一些 譬如說產生一些 爭議的判決 爭議的判決 那我講了很多話 有一些可能是制度面的問題 有一些是證據面的問題 那有一些 確實是法官 那個 生活經驗的問題 但是生活經驗不一樣 是每個人生活經驗的不一樣 你很難因此去說 法官的生活經驗 特別跟人家不一樣 還是說他其實有一些 某部分的考量跟人家不一樣 那有一些當然是真的很糟 這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的司法 基本上 受人民的信任度 是很低的 所以 只要司法 稍有跟主流民意 有不一樣的時候 基本上你去解釋什麼 都沒有效 你去解釋什麼 沒有效 那媒體也喜歡這種沒有效的感覺 他就會去訪問一些 律師也好 譬如說 採訪我也是一樣 就會問說 那你覺得 到底覺得怎麼樣 然後 我不太能 我不太能夠把整個 整個 講完整個 感想講完之後 他就剪了一句說 恐龍法官這樣 所以 這個 我覺得不是一個 很好的溝通方式 但是久而久之 會有一種 我覺得會有一種 怎麼說 影響 就是他那個影響 是會 越來越惡性循環 我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說 即便有些法官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是 這個標籤 會一桿子打翻譯傳人 所以我 我比較期待的是說 跟媒體一樣 我比較期待的是司法 某種程度可以 越來越公民化 越來越民主化 然後 讓越來越多的人 可以這樣普遍性的參與 我覺得 如果 台灣真的可以做到 這個程度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司法 體制 就有救了 為什麼 司法體制 對任何一個法治國家 民主國家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因為民主 它比較表彰的是在 譬如說 行政權跟立法權 行政立法 司法 三權分立 所以事實上 我們今天在吵的就是 立法權 沒有辦法真的對行政權 做出監督跟制衡 為什麼沒有辦法 立法權沒有辦法 對行政權做出監督跟制衡 因為我們的立法權太弱了 因為我們的行政權太強了 立法權太弱 因為我們的立法員 可能 某種程度 他們是比較是 記得利益的代言者 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太貴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不花錢 就選上當立法員 所以立法員本身有點弱 因為他必須要為利益說話 為某些裁判說話 我們的行政權太強 強到總統兼任黨主席 所以他透過黨主席 透過黨機器 來操控委員 那委員沒有辦法 表現出自主的意思 所以行政權 某種程度 他是掐著立法權 立法權變成一個相敵部長 好 這是我們國家行政權跟立法權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的司法權跑去哪裡 我們的司法權跑去哪裡 我們的司法權如果夠強大的話 他是可以站在行政權跟立法權的對立面 這樣的話 才是一個正常運作的國家 那司法權很弱 我覺得就是需要公民來補充 來供 需要公民的力量 跟公民的意識來進入 跟補強 我希望過幾年後 我們的司法可以像我們的媒體一樣 越來越多公民的力量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高律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的活動 我們這次的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這邊就要結束 但是請各位還留在現場 因為我們還有後面的其他團體辦的 更精采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結束 請各位一起掌聲 謝謝我們高榮志律師 我們洪森林老師 我們陳盛盛的好吃 謝謝各位的體驗參加 謝謝各位